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幕 这位民众在公知上所拍下来的 当时在台北街头 他发现了这名中年男子 他用一条绳子绑住了一位 大约70多岁的老太太 就像遛狗一样牵着老人家 而过程里面呢 这个老太太不断地从地上 想要站起来又不断地摔倒 而这个男子他就牵着绳子 冷眼旁观 完全没有伸手帮忙 这算不算是一种虐待行为呢 目前社会局已经介入调查 相关接风时间 台北市多话南路上 出现这一幕诡异画面 一名年纪越70多岁老奶奶 腰上缠着绳子 跪在地上试图想站起来 但需要好几次却没力气 最后重心不稳 连人带车摔在地上 正常人看了都会心疼 不过站在一旁的中年男子 却是牵着绳子像在遛狗 看到老奶奶在地上不断挣扎 却是淡定冷眼旁观 在这个车来车往大马路上的 中央分隔岛人行道 当时老夫人就是趴在这边 身上的是被男子用绳子绑住 像是溜狗一样的行为 被民众用手机拍下来 老奶奶看起来70多岁 疑似中风四肢无力 诡异的是腰上被绑住绳子 穿着衬衫表情淡定的中年男子 拖着拐杖牵着绳子 就在大马路上 但不是溜狗 却像是在溜老人 我们比较很难以精准判断 她的状况是怎么样 她只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她的照顾上 可能有一些失大 是家暴或安养中心虐待 还要调查 但老奶奶在地上痛苦挣扎 令人于心不忍 但男子在众目睽睽下 用绳子绑住老人家 行径恶劣 老奶奶家人若看到这一幕 肯定无法接受 追求学习法庄观点 台北报道